謝謝 謝謝 很多新手進廚房的時候 都怕碰到魚 因為魚想要把它弄得熟 想要弄得漂亮 真的要功夫 譬如說放在鍋子裡面煎 煎不好就成了魚鬆 譬如說放在鍋子裡面炸 炸不好自己滿手都是傷 但是如果你讓魚 本身就不是一個完整的魚型 我只取下來魚肉 這樣子做起來會不會比較方便呢 今天我們就告訴你 如何在廚房裡頭做出 好吃的魚料理 製作這一道洋蔥鱸魚鮮食書 所需要的食材有鱸魚一尾 洋蔥二分之一顆 紅黃甜椒各二分之一顆 蒜頭十顆 香菜適量 檸檬一顆 柳橙一顆 橄欖油三大匙 酥炸粉適量 調味料則有 巴薩米克醋一大匙 鹽一小匙 糖一又二分之一大匙 胡椒鹽一小匙 以及黑胡椒粉二分之一大匙 楊哥哥好 今天你要告訴我們怎麼樣炸魚 對 我們先做一個炸的魚 正常要預下一個炸 沒有 要等一下取它的骨頭跟肉是分開 OK 骨肉分離 對 骨肉分離 所以你先做魚還是先處理這些蔬菜 我先處理蔬菜 好 處理蔬菜 因為蔬菜我們今天是生死 是 所以我們先處理蔬菜 OK 我先把它切細絲 那這邊有一個蒂頭我們先把它拿掉 它等一下才不會整個都黏在一起 就比較好切成細絲了 對 對不對 蒂頭這個就不要了 對 對不對 好 蒂頭這個地方拿掉 需不需要泡水 要泡一點冰鎮的水 泡一點點冰鎮的水 對 我們把它降低它的辣度 然後你看它會比較脆一點 是 洋蔥絲 放進來 泡一下 是啊 這是一個蒂頭 對 蒂頭 現在這個季節是洋蔥的季節嗎 洋蔥一年四季都有 可是最近我們買到的洋蔥 湯了 對 對 切開裡面也很濕濕的 感覺好像水分很多這樣子 濕濕是什麼 濕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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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裡面就這樣很濕潤的感覺 有一些是進口的 那這樣濕潤的就應該不是進口的吧 對 對不對 濕潤的就應該是本產的 對 有些是進口的 嗯哼 好 放進來我們搭一點甜椒 嗯哼 對 甜椒也要泡 對 我們都要泡一下 反正鹹的也鹹的 對不對 呃 大家一起來游泳 其實像甜椒切完之後 它有一些汁啊 那其實像你泡過水之後 它一樣會變脆 喔 好 甜椒我們就把它切絲 切條都可以 嗯哼 甜椒 好 好 比照辦理 喔 你就甜椒一下來 我估計待會兒這個洋蔥 或多或少都會染上一點點的紅色 對 就有那種玫瑰的感覺 對 那所以 呃 有點像像如果我們在做的話 我們會先把它洗過一次 喔 把那個紅色的效果把它去掉 對 洗過一次之後 然後再泡在一起 是是是 好 那我們現在再搭一個 沒關係 喔 我們再把它染黃回來 哈哈 好 我們搭一點香菜 嗯哼 香菜我們不要切得太短 就大概 三四公分左右 沒有一起下去泡 喔 也要泡 對 喔 來泡 一起下去泡 那等一下我們會把它水濾掉 嗯哼 我的醬汁的部分 我有搭這個 柳丁 嗯哼 先把切對半 是 然後一顆檸檬 嗯哼哼 哇 你買這個柳丁不錯耶 不錯 對 整個 看它這個裡面的整個這樣子 那種中間的核啊 然後呢 是 又很集中 然後那個果肉 飽滿 是 對 太難買菜真是厲害 好 那這時候 太難買了吧 你怎麼知道 開玩笑我 你都 特別是你大老爺啊 昨天比較忙 哈哈哈哈 好 那這時候我們來處理魚 是 魚還是用這塊砧板嘛 OK 好 那等一下我會把魚肉取下來 那我們在它的刺板跟頭的之間 下一刀 就是左右兩個側旗的地方 對不對 先下刀 下刀下到它的骨頭的部分 碰到中間的龍骨了 對 好 那就利用我這邊的左手去壓 好 對 然後在中間的刺的部分畫一刀 沿它的背旗的上方 我們呢 就開始用刀尖畫刀 對 好 那這樣一壓之後 它的肉就會翹起來 對 所以呢 以另外一個手壓緊 你現在手放掉 對 放掉的時候它就下去了 對不對 這個地方一壓緊的時候 它就會 砰 封開 對 就好切了 這時候代表我的魚肉也很新鮮 對 不新鮮它是翹不起來的 OK OK 好 這時候我再利用我的刀尖 嗯 在魚肉跟骨頭之間 往下壓 往下壓 壓住 對 壓住 這時候你的另外一隻手 要把它的魚肉 輕輕地 攤開 哦 來 然後呢 那個刀尖就這樣子 順著中間的龍骨就往尾走 對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掀起來 哦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是是是 再看一次喔 再看一次 好 比照辦理 好 在側旗的地方 畫一刀 對 好 那一樣是在刀尖 壓住 然後呢 刀尖往裡頭探 對 探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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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探進去有沒有 另外一個手一樣的壓 它整個翹起來了 對 翹起來 那我必須要順著我手勢的 是 用這片 好 就刀 用力按住龍骨 往尾走 是 哦 好 取下來 是 這時候的魚骨頭 我們可以去煮 會正燙 OK 沒錯 魚骨頭放這邊 好 接下來的魚肉啊 需不需要稍微檢查一下 上面還有沒有一些雜刺 我們取了下的時候 魚腹也有刺 對 因為魚腹這邊必須 還必須有一排這樣的刺 對 才能夠支撐它的腹腔 是 才能讓它的內臟在裡面 不受壓迫 對 所以我現在用我的手壓下去 然後順著刀尖往下 把這一次拿起來 是 好 那另外一部分是腰 對 也從它的腹腔這邊 對 把那個刺 去掉 去掉 好 好 好 OK 稍微這樣子 中間劃下去 然後拖住這樣 拉那個魚皮這樣 對 去完皮之後呢 我們再進去水波煮 水波煮 撈起來魚片不能散掉的 你才可以過關 OK 完成率大概有百分之多少 以你現在這幾年教學的經驗 這一次死得很長 這一次大概 只有五成而已 好 你認為學生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為什麼會只有五成的這個合格率呢 因為有時候他認為 他 魚啊 有時候女生他是不敢碰魚 對 然後 通常都是 就是練習的不夠 對 練習的不夠 對不對 對 好 那時候我把魚片 他說覺得老師做 這哪有什麼難嘛 老師做很簡單耶 然後呢 想當然而 結果 他就造成了那樣子的後果 對 好 那 現在把它 同樣的道理喔 電子機器人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呢 你在家裡面不適的做那麼一次兩次 欸 看電視永遠那麼簡單 對不對 對啊 可以取成大小片段一樣 很好吃喔 好 魚肉全部放進來 我們現在做什麼 醃的動作 來 這些魚肉啊 全部放到這邊以後 我們要在魚肉裡面適當加一點點東西 然後呢 讓它稍微有味道 醃進去 都要哪些東西 好 這次我們加一點胡椒鹽粉 胡椒鹽粉 來 對 我們就把它加一點胡椒鹽粉 OK 好 然後現在把它抓一抓 還要呢 這樣就OK了 只要胡椒鹽 對 欸 有的人 因為它是魚 對 會在裡面加一點點的酒 我的魚很新鮮 你看他眼睛還會動耶 對 不是 我是說 有的人 為了要為了的動作 會在裡面適當的加一些蛋白 或者是蛋汁 不用啦 原則上 因為每個人的教法不同 今天如果加了蛋 對不對 我炸了之後 這些油 會很多的泡泡 那你再進行 這個油要再炸第二輪 就比較不好 就不好啦 喔 我這個塑造粉 是沒有調整麵糊的 OK 就是用乾粉 對 那我不希望就是說 我吃到整個的魚塊 都是在吃粉漿 不是 外面脫了一層厚厚的那種粉殼 對 對不對 放進來之後 對不對 我再加一滴滴的水 OK 好 去綜合它 好 所以我現在給你一點點水 一點點水 水的量大概要多少 我來蒸火給你看 好 有點像我們用拍的就好了 好 這樣就夠了 微潮 對 對不對 微微的有那種潮濕的感覺 是 對 這樣的我們的粉啊 差不多全部都在吃粉 OK OK 對 好 這樣子魚肉就處理完了 對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油過熱就可以下去炸 是 油溫要在什麼樣的溫度下去 比較好 170 接近高溫 對 中高溫的接近 對 狀態喔 對 因為你有掛上粉啊 那魚啊 畢竟它是魚肉啊 你如果太低溫的話 魚肉都糊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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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測油溫 照理來講 它現在溫度還不夠嘛對不對 對 還不夠 否則它就不應該會沉在下面 是的 沒錯 至少不是浮到表面也會再油的一半 對 好 我今天做的是比較溫式的沙拉 那一般正常的沙拉就是吃冰冰涼涼的 是 是 是 那這一道沙拉很適合在冬天吃 OK 好 是 不要想著沙拉就一定是只有這個蔬菜 對 只有醬汁 對 其實我們在裡面可以適當地加一些東西 是 譬如說有的人會加一些魚肉啦 對 加一些海鮮啦 對 或者加一些什麼什麼腸類啦 對 這些東西 雞塊啦 是 是 是 然後現在很多會流行那種灌沙拉 嗯 你可以把它裝灌也可以 就變成是一杯一杯的拿去外面賣 對 我們那個 剛才切的那些絲啊 裝灌之後 然後再把造好的魚肉 魚片 放在最上層 那使用前之後再咬一咬就好 如果這個杯子喔 底下這邊是生菜 生菜 那你上面你剛才那個魚肉 對 如果大概是五片到六片 是 一杯大概你覺得賣多少錢 嗯 五片到六片左右 對 可以賣到一百二 一百二 對 對不對 差不多這價錢 然後一百二可以再送一杯味噌糖給他 OK 用魚骨頭下去做就可以了 這樣滿划算的 對 好我們就要把它炸到金黃色 好 金黃色 你可以再搶酥也OK 對 如果你的油溫拿捏不是很好的話 當你看 發現這個每個魚肉夾起來之後 都有點硬硬的 對 熟了你就可以把它先撈起來 對 接著把油溫拔高再下去一次 是 讓它的外殼更酥 顏色更漂亮 對 那我們來做第二次的兩次 好 先把它撈起來 來 現在熟了 撈起來了 這時候 這時候 好 撈起來的時候 不用看魚 你看底下的油 有沒有 粉只要調得好 裡面的油 一樣是乾乾淨淨的 就不會說 像之前 如果純粹其實沾乾粉 不加最後那一點點水 這時候你每一片魚肉一放 粉就散一點 散一點 這時候底下一定 是的 有一層粉渣 對 那剛才焦哥講就是說 我魚啊 有加一些米酒啊 什麼之類的蛋汁啊 那這個水剛好是 作為這個粉漿的一個 一個媒介 可以用沾不來 那如果沒有加這個 湯湯水水的東西 你還是要用一點水 是 到它粉上 對 那這個油溫之後呢 沒有聽到水聲 OK 原來還有啤啤啤啤 對 現在沒有了 是 我們再下進來 接下來就放那個盆子裡面 開始來拌囉 還是直接上盆 我今天沒有要拌 那因為拌的話可能 它的洋蔥很快就會出水 我先用淋的 好… 那這時候 我們搶出之後 就把它撈起來 好 先放到旁邊了 對不對 我們就跟它沥油 沥油之後 我們就來做醬汁 OK 好 好 炸魚的部分 處理完了 放到旁邊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我們的醬汁 對 好 那醬汁的部分呢 我要準備一顆檸檬汁 檸檬 對 用天然的酸味 對 加炸汁 然後柳橙汁 再加上柳橙的效果 對 你說說看 你太太買的柳丁好不好 不光是肉眼看 它的那個 汁不錯耶 對 所以我決定用半克就夠了 對 因為它汁夠多 好 醬汁進來 我先把蒜頭 OK 先把蒜頭 好 適量的蒜頭放進來 把它拉長蒜末 對不對 好 先有了蒜末 今天我們這個 新香料只有蒜末嘛 對不對 對 其實這樣也可以再搭洋蔥 但是我覺得 已經有洋蔥 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對 有的會再加洋蔥 是OK的 好 這時候我們再加入 巴桑明果醋 好 老陳醋 對 老陳醋 適量的老陳醋 對 然後再加橄欖油 嗯哼 夠不夠 不夠 對 醋跟油的比例最好是3比1 呃 三倍的油 一倍的醋 對 沒錯 好 然後裡面要加糖啊 鹽啊 先來一點點鹽 給它鹹味 好 這是鹽 是 鹽的話我們大概四分之一小時就夠了 好 四分之一小時 來 再來糖 糖 因為它是酸的 對 裡面有那麼多的醋喔 對 糖的話我們就要大概一大十半 嗯哼 OK 那有的也會再加裡面再加黑胡椒 酥的黑胡椒 好 這時候我們就不用太大鹽 要嗎 要黑胡椒嗎 好啊 好 有黑胡椒 來 就把它加進去就可以 黑胡椒 OK 好 好 我在等你耶 沒有等我 你在等我啊 我在等你耶 好 吃當了黑胡椒之後 我們現在把它拌勻 好 讓這個橄欖油跟醋 跟醋 跟所有的東西全部混合均勻 對 對不對 對 好 讓它溶解完之後呢 是 我們再加入新鮮檸檬汁跟牛神絲 OK OK 需要稍稍一點點時間 對 讓它這個糖 鹽能夠化得掉 對 讓它融合在一起 嗯哼嗯哼 來 要組裝了 對 幫盤對不對 對 對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洋蔥就可以濾水 好 那我把水倒掉囉 是 來 把多餘的水分我們把它濾掉 這時候我們就把 稍微抓一抓 對 讓洋蔥還有呢 彩椒 還有香菜 都能夠混合的均勻一點 對 OK 這些是用來先墊底 對 先墊底 這個 這個 酸度你可以自己決定 是 讓它個人接受程度跟喜好 來調整它 對不對 是 OK 好 蔬菜擺好 來來來 放入 魚肉來了 這應該是滿桃喜的 也可以算是溫沙拉 也可以算是一個前菜 是 是 好 我們就很隨性地把魚片放進去 是是是 然後這時候我們準備淋汁 好 最後呢 就把我們調好的醬汁 均勻地灑上去 對 魚肉當然一定要有沙拉 希望也能夠有 對 好 OK 來來來來 鮮魚的溫沙拉 上桌囉 鮮魚鮮魚鮮食蔬的製作 首先我們將洋蔥切成絲狀 紅黃甜椒切成絲狀 香菜切成斷狀 檸檬 柳丁榨出果汁 蒜頭切成蒜末備用 接著取一個容器 放入洋蔥 紅黃甜椒還有香菜 用冷開水掠泡一下 瀝乾水分之後盛在盤底備用 然後我們將鱸魚去骨 取下兩邊的魚肉 並且將小刺切除之後 切成魚片 放入容器當中 加入胡椒鹽拌醃一下 再加入酥炸粉 還有少許的水拌勻 放入170度的熱油鍋當中炸熟 而且外表呈現金黃之後 盛盤備用 接著我們取一個容器 放入蒜末 巴薩米克醋 橄欖油 鹽 糖 黑胡椒粉 檸檬汁 柳丁汁 拌勻之後成為醬汁 淋在炸魚片上頭就可以完成 今天的這一道 洋蔥鱸魚鮮食酥 既然鱸腳是魚 當然就應該先吃魚 對 對不對 先吃一塊魚 找一個上面有沾上 這個醬汁的魚肉 對 OK 這樣子才能夠 魚肉有味道 對 所以這個醬汁比較清爽 就開胃了 酸酸 因為一般人 對於那個巴薩米克的老陳醋 會覺得它味道太嗆 對 但是你加了一些檸檬汁柳橙汁 去把它稀釋緩和了以後 對 香氣還在 對 而且增加一些果香味 現在經過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 國人對於橄欖油的接受度 已經跟以前不太一樣了 當然慢慢的在提升 慢慢的在提升 對 以前總是把橄欖油 當成是一般的油來看待 對 想說油都不是個好東西 對 現在你跟他講說 老陳醋1 橄欖油3 大家能夠接受 對 可以加一些喜愛的蔬菜水果 都OK的 都OK啊 對 季節水果啦 蘆筍啦 花椰菜啊 都可以繼續做變化 你底下當然 用彩椒跟洋蔥 是一個最基本款 對 我就算是汆燙的 譬如說是 地瓜椰啦 對 紅鳳菜啦 鋪了底下去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對 對不對 主要是讓大家就是 多吃一些蔬菜啦 對 這時候魚肉 因為它是酥酥脆脆的 再搭上蔬菜的話 整個的綜合在一起 對 你現在是分開吃的 你先吃魚 又搭蔬菜的 你是說要合在一起吃 對 合在一起吃 又更棒了 那原理上洋蔥的話 它辛辣味道比較重 你泡過水了 對 有泡過水 沒什麼辛辣味道了 魚肉配在一起 對 配在一起 這樣又是一種不同的感覺 你本來吃的魚肉稍微有點 你需要全部靠魚肉的水分 對 但是現在因為有兩種蔬菜 對 所以它那個 綜合了 你可以加一些白芝麻啦 這些堅果也是很不錯 沒錯 尤其在這個季節 吃一些東西在身體裡買好的 對 沒錯 像這樣子的魚肉 再怎麼樣做也不會失敗了吧 就算你不會騙魚肉 就請那些魚肉幫你處理囉 對 反正你也沒有老實給你打分數 也沒有過不過 嗯 這樣子 進廚房 就不要再怕魚料理了 謝謝小燕師傅 謝謝姜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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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